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日 这个节目来谈谈赵本山的徒弟胖鸭 给大家看看胖鸭的美丽形象 一看到这个胖鸭大家就想笑 因为他当年非常有名 是赵本山的一个徒弟 经常在舞台上表演 那么据说3月2号凌晨有媒体报道 赵本山的徒弟胖鸭已经在村节前刑满出狱 为什么坐牢呢 说2018年这个胖鸭出事了 胖鸭因犯生产销售假药罪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这个据悉赵丹 赵丹就是胖鸭 又名刑期从判决执起 执行计算 执行以前先行计押的 计押一日 第一 刑期一日 也就从抓那天开始 就算起了 算起整整是三年 2018年2月7号直到2021年2月6号 这个为止 就胖鸭现在真是获得新生 心情非常高兴 今天是北京青年报 先披露的 给大家看了网上的截图 就是这篇文章 那么海外呢 我看的是从万维网 不是从文学城 文学城报道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 这个波西来当政的年代 一直在重庆 有一个经常去重庆去拜访 波西来的一个著名的 这个文艺工作者 也是一位演员 也是这个算是东北老乡 就是赵本山 赵本山 徐明 这些人当年都是和这个波西来 这个案件联系在一起 假如这个波西来 当了这个总书记的话 赵本山我估计最起码 也是文化部部长 千万不要开玩笑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命运使人 这个政坛的风云变换 现在这个赵本山 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不仅是官媚当成 而且这个名热身散了 过去你看在春节联合晚会上 能没有赵本山吗 没有赵本山的春节联合晚会 是寂寞的晚会 对不对 虽然我是坚定的反波派 打波派 打波传以后 但是我还是比较包容的 实际上应当让赵本山 出来表演 尽管他的表演 人们感觉到 有一些这个 有的时候显得低俗 但是不要忘了 夏里巴人 看人最多 对吧 阳存白雪 何者概括 这个普通老百姓 这个文化素质不高 特别是广大农村 那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看 这个赵本山的表演 尤其是东北人 你看东北人 那个有很多 过去在那个 一些文化预留上手了 甚至在桑纳狱里面 都有这个表演二人算的 那个沈阳那边还有大舞台的 对吧 这个 曾经赵本山的 这个徒弟们 这个 兴隆的遗失 后来忽然间消失了 这个就像变息法一样 和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 扯上了关系 这个也和赵本山本身的 这个 这个思想性格 多少也有些关系 情况非常的复杂 本人还是比较了解 赵本山的 只不过是 有些事情正因为太俗戏了 就不好讲的太详细 是不是 因为 一个人不要落井下石 他毕竟不是政治人物 还是那个年代 被波西来 这个政治野心家 利用 利用他来造势 那么赵本山那些年代 名利双手 有点得意忘形 这个 不管怎么样 现在变得就是 销声匿迹了 但是相信 在东北的民间 老百姓当中 赵本山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他 领弦创办 这个 搞起来这个二人钻 这个进入了 这个红金市 那几年是真是热闹 这个 带了很多徒弟 据说这个胖鸭是其中的一个徒弟 那么后来 据说他为什么 他这个徒弟胖鸭能够犯法呢 根据这个网络的消息讲 他是赵本山的第二十二个徒弟 而且是徒弟当中的一个 这个女徒弟 早年在这个马大帅三 乡村名流 等电视剧中 都有精彩的表演 这个 因为这个胖胖的外形 和舞台上开朗的性格 深受观众的欢迎 但是在那些年代里 这个由于这个 经不起这个 这个诱惑 因为整个社会 都是这个 金钱至上 威力师徒 人们衡量一个人 成功与否的标准 唯一的标准 就是看 有钱没有钱 有权没有权 那自然而然 像这样的年轻人 这个很容易出问题 一时是糊涂 一时这个 这个心理 时期平衡 一时没有辨别 真假 所以就 这个曾经 这个 这个生产销售 假药 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是还熟悉 根据网络消息介绍 大概就是说 在一些节目当中 也曾经 这个 借这个平台 来宣传自己的 所谓的减肥药 实际上这个药 并不起作用 等等吧 总之 我不是太清楚 到底是具体什么药 但是肯定是犯法了 那么法院就给他判了 有期徒刑三年 这个好在呢 根据网络的消息 他的先生叫杨树林 杨树林也是 这个 喜剧演员啊 他们两个关系不错 结婚了啊 这个 虽然他判刑入狱 但是呢 这个杨树林 一直在对他很好 不期不离的啊 大家可以看 网上这一张 这个夫妻证啊 你看 胖鸭先变这样 是不是啊 这个也行 这个舞台上 原先的这个胖鸭 这个不一样啊 是不是啊 这到底什么原因 很难讲了 这个 这个相信每一个人呢 都会 从外表的角度来讲 都会有些变化 由于种种原因啊 尤其是这个 作为女子啊 这个 年纪年轻的时候啊 有可能都像一朵鲜花 鲜花一样 到了一定年龄 上了年龄 看到就要放放了 这个原因 这个和这个生理的变化 有关系啊 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说 这个青春一世 那舞台上的黄金时代 更是啊 转瞬即时 你想想当年跟着赵门山 闯天下的时候 那一出现以后 那真是 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观众席上 那是一片的欢呼啊 那感觉多好啊 但是人生啊 都有高潮 有低潮啊 有这个 当你得势的时候 不要猖狂 失落的时候 不要悲伤啊 见到别人倒霉的时候 要雪踪送胆啊 这个千万不要落井下石啊 这个 像这个 胖鸭 我相信经过这一次 牢狱死在 一定是 这个会获得这样几点吧 收获 一个是 你到了那个 监狱里 你会见到很多的弱势群体 这个 囚徒当中啊 有很多人的 犯罪的原因 就是贫穷 而且绝对 绝对的贫困化 贫穷化造成的啊 贫困化造成的 是他们边缘化了 社会的边缘人 没有人关爱 没有人这个体系 没有人帮助 容易这个出问题 本人也是 比 比胖鸭 多冠两年也多 也是 解释了很多的人 在那个环境当中 人展示都是真实的一面 一面 你会发现社会有多少弱势群体 值得人们去关注 去注意啊 去同情 去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分量有多重 别人的分量有多重 知道呢 世界上最可谓的是什么 最可谓的不是金钱 不是地位 不是名誉 是自由 这个比任何人都 任何东西都重要 所以说 相信这破鸭 碰鸭出来之后啊 就肯定是会珍惜人生的 就每一天啊 知道该怎样摆正自己的这个位置 也知道啊 这个舞台的生涯 特别是在这个风光的时候 虽然感觉的特别良好 掌声响起来的时候 那一瞬间 就是飘飘然 胆死了 那毕竟不能永恒啊 永恒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再给胖鸭的形象 给大家再看一看啊 多么漂亮的胖鸭啊 愿胖鸭 这个多多保重啊 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这些 感谢观看